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每日亮光陪大家一起 在鼠泥上一同成长 我们常常会从新闻报导 报章杂志 不然见到一些社会新闻 或者是娱乐圈的消息 某某名人又外遇了 而且不止一次 可能是很多次 所以有人就会说 他是习惯性的外遇 那当事人呢 他会一再的保证 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却是一直在外遇的状况 甚至还有不同的对象 好像这样的坏习惯 已经成为根深蒂固无法自拔 而以色列呢 当时也是这样 他们口里常说 我们要敬拜上帝 但是鼠泥上呢 常常有淫乱的行为 就是敬拜假神 不要悔改 又不断地放下 各样的罪行不愿意被改变 那上帝就会后过先知提醒他们 要悔改啊 就可以得到医治了 但是呢 他们就像这个外遇的先生一样 我保证一定不会外遇 我一定要好好爱我的妻子 忠实有了婚姻和家庭 但是过了没多久 有再一次的外遇了 有再一次的外遇了 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 他们说我们来归向上帝吧 上帝的惩罚应该是短暂的 他一定会再次恢复我们 医治我们 没有关系啦 所以他们只是表面上的礼仪 奉献表示他们对上帝的敬钱 可是他们继续拜偶像 或是犯罪 难怪神说 他喜爱的是良善 不喜爱济世 盼望百姓真正爱他 认识他 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 更胜于献上对他的礼物 就好比一位先生 你想想看 他只是天天买各样精致的礼物回家 去三天两头跑到小山那里 那又有什么益处和回忆呢 愿我们单单敬拜神 成为神所适服的百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